林静永组罢免国家队强势介入基隆罢免案 历来罢免案都曾出现过往生者还魂联署的情况 中选会却对此束手无策 为了防堵有心人罢免作弊 地方选委会在查队时会加强查验 或以寄送双挂号方式来确认是否为本人联署 但是中选会却发函给基隆市选委会表示 联署人若未回复视同为真 联署真假与否 依规定本来就该由地方选委会本株权责决定 中选会却强势介入完全不顾行政中立的原则 直接向中选会变成罢免国家队 选举委员会收到罢免案联署人名册后 县市长之罢免应于40日内查队联署人名册 但是中选会却发函给基隆市选委会 要求在30日内完成查队的工作 中选会7月10号发函告知基隆市选委会 李静永主委会在今天下午2点前往基隆市选委会 举行座谈了解罢免人联署名册查队的一个作业情形 美其民事未落实际上是以上期下做行政指导 强行干预罢免查队作业 民进党赖清德李静永为了基隆罢免案 无所不用其极 借罢免之名 没收民主 没收选举